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四个盘子 先看一下这些盘子的尺寸 上面两个盘子呢 应该是左边这个是23厘米 右边这个呢 大概是22.5厘米 然后下面这两个呢 左边这个是21厘米 然后右边这个呢 稍微小一点 大概是在19厘米左右 这四个盘子呢 上面这两个是乾隆时期的外销盘 左边这个是一个花口盘 这个花口盘这个样式还是很少见的 挺难得的 然后它那个画的也不错 然后能看出来它还是有苗筋的这个成分 你看这个花上 能看出来苗的那个金粉 还有这个叶子 对吧 看到这个叶子上都有金粉 所以它里面这个当时用的是真金呢 用真金苗的 然后这个化工也很漂亮 就是能够摸在上面有这种 啊 材料的这个凹凸感 然后再看看这个底 典型的这个 前龙时期的这个底 能看出这个玄纹来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底也是又干又老 非常的硬摸上去非常的硬 然后它这个还是个这个深腹的盘 就是它这个比一般的这个浅盘子 它的这个价值更高一些 因为当时是老外这喝汤用的 所以它是一个深腹盘 非常漂亮的一个盘子 然后再看看这个 这个呢 就不像刚才那个 这个是深腹的 这个呢 就是比较浅的 然后呢 也是不是花口的 所以呢 它的这个价值就低一些 就不如刚才那个更精致一些 然后呢 这个也能看出来 它这个材料上没有苗金的成分 所以刚才那个盘子呢 就更高档一些 然后这个底也是 这个是一个摇峰 当时坐的时候可能就有的 这个底也是 跟刚才那个底一样 看着这个明显的一些棕眼 对吧 然后 也是这个胎很干很老 这都是典型的那个时候的这个 胎体的特征 这两个盘子 然后再看这个 这个是 应该是这个咸丰时候 广彩 咸丰时期的广彩盘 这个 画的人物还是挺细致的 然后你看它这个衣服上面 这个 也都是有苗金 然后这个人的这个 发簪上 也都是有苗金 看看这个耳环 是吧 都是有苗金的 画的是很细的 很漂亮的一个盘子 再看看它的底 这个就是属于晚清时期的底了 然后还有这个 摇毡的这个沙子 当时烧摇的时候 这个摇毡 这黑色的沙子 都是典型的晚期时期的这个 摇口的特征 这个盘子的品相也非常好 没有磕 没有碰的 非常的好 而且比较大 21厘米 21.5厘米 然后最后这个应该也是 雍正乾隆时期的这么一个 灵芝文的这种盘子 它这个也是比一般的 这个灵芝文的盘子要大一些 这个有19厘米 画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细的 我原来买过那种 画的很粗的那种盘子 就是像它这个灵芝 它这个一个一个线 它就是那种粗的盘子 就是一图 一块一块的 一团一团的 这个相对来讲 画的还是比较细的 而且这个品相也非常的好 然后这个底是不一文的底 就像一个这个豆腐块似的 然后很细 很密的这个棕眼 它也是 很干老 然后有一圈淡淡的这个火石红 很自然的 这个盘子 很漂亮 好 今天就先介绍到这 这四个盘子 把它收起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